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身家过亿的女强人 拥有美满的三口之家 羡煞旁人和实际上她最亲近的身边人 正在酝酿可怕的阴谋 一欲夺走她的幸福 在原被神秘男人推入江中受了轻伤 需要留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 丈夫守在病床前 看似殷勤却只有宰愿知道 在她和善的面具下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真面目 作为智能家具行业里的佼佼者 宰愿坠江事件引起热议 公司理事长不得不出面压下各种负面新闻 由于事发的时候正当深夜 现场只有一名在江边垂掉的大叔 虽然目睹宰愿坠入江中 但没能看清行凶者的身影 想查出真相并非意识 宰愿还在医院静养 丈夫反倒和闺蜜在野外露营 令人奇怪的是 丈夫没有像往常一样 戴着眼镜穿着休闲服装 和闺蜜在一起时 还频频露出若有所思的模样 在接到一则短信后 急忙跑到偏僻处 把刚才与闺蜜的合照 发给一位神秘人 迟迟查不出真凶 宰愿不想再等下去 她心里放不下工作 坚持出院回归职场 回到家的宰愿 看到丈夫就感到一阵恶心 连被对方碰一下 都会出现强烈的反应 除了出轨的丈夫 宰愿还要面对危险的尹族长 以及跟自己丈夫老婚外恋的闺蜜 心情越来越沉重 继父给宰愿送来精心熬制的炖汤 想到继父可能就是用这种方式 谋害自己的母亲 宰愿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将炖汤倒掉 连保温壶都扔进了垃圾桶里 因组长看出 宰愿这几天一直刻意和自己保持距离 想知道两人之间是否发生过误会 宰愿不想打草惊蛇 只是含糊地回应 他最近心情很乱 需要一些时间来想清楚事情 处理完公司事务 宰愿抽时间约见了保险员 对方见宰愿前后态度变化得如此之快 不禁好奇宰愿经历了什么事 宰愿没有理会保险员的好奇心 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目的 早前他借用人脉关系 查过保险员 知道对方是刑警出身 因涉嫌受贿 被调查后主动辞职 既然是个贪财的主 宰愿希望保险员能凭借刑警的本事 尽力调查母亲的真正死因 他愿意支付葛官的报酬 但人都没有察觉到 他们这次见面 被有心人暗中拍下了照片 夜里 宰愿回到家里 从保姆口中得知 丈夫还没回来 他第一反应是 丈夫可能和闺蜜在一起 于是打通秘书电话 了解到闺蜜还在公司里 这才打消疑虑 随后 丈夫回到家中 谎称自己 刚从健身房回来 言语中还透露着 对宰愿的关心 宰愿看着这个假人假意的男人 当场怒摔杯子 质问他明明已经很久没有去过健身房 为何要说谎 丈夫表示自己最近换了新的健身房 是老同学开设的 和旧的健身房在同一栋楼 那条短信的收件人也是他的老同学 由于他还不会熟练使用智能手表 才会一不小心删了信息 理由听起来还算合理 宰愿突然想到那日守在健身房 看到闺蜜和丈夫亲密的模样 当时丈夫没有戴眼睛 反而穿着正装 展现出与平常截然不同的气质 宰愿记起 丈夫还有位双胞胎哥哥 心友疑虑宰愿没有揭穿 丈夫和闺蜜的事 疲惫地接受着丈夫的拥抱 处理完家事 宰愿又让秘书调查 尹组长的信息 此人四年前才从美国回来 跟踪事件是七年前开始的 而宰愿出事当晚 尹组长正在夜店里寻乐 还有同事可以作证 如此看来 尹组长似乎不太可能是跟踪狂 许多天过去 宰愿还没调查出身边人 想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面对现在变得一团糟的生活 宰愿心烦意乱 头又开始隐隐作痛 他想不通自己为何会接连遭遇 这么多烦心事 隔天靠吃头痛药才能入睡的宰愿 被秘书的电话吵醒 匆匆赶回公司 却发现原本由自己主持的会议 已经被尹组长代为主持 趁尹组长正在开会之际 宰愿找人调查 那辆藏有跟踪狂衣服的车辆 发现车是登记在设计组的名下 平时组员们会轮流使用 这样一来设计组的人其实都有嫌疑 车辆意识到自己可能误会了尹组长 心里对他充满了愧疚 思来想去还是解除了对尹组长的戒备 并向对方解释自己近期疑心重重的原因 文言尹组长大呼冤枉 公司出事当晚 他正和同事一起吃饭 还有照片为证 车辆知道是自己误会了尹组长 诚心诚意向对方道歉 尹组长没想跟展员计较 但要求他取消下午的工作行程 紧接着把他带到自己的工作室里 尹组长除了是一名设计师 同时还是个画家 最近他正忙着制作画布架 知道展员心情烦躁 可以找他来帮忙做画布架 以此排解忧虑 两人忙碌了一下午 载辆的心情果然好了许多 正当载辆消除了对尹组长的疑心时 保险员忽然传来消息 四年前并非尹组长第一次回国 经过调查 此人有七年前的入境记录 载辆还没来得及细想此时 就接到保姆的电话 保姆有事需要提前下班 但载辆丈夫还没带着女儿回家 孩子可能还留在幼儿园 载辆赶到幼儿园接女儿 老师却说孩子今天没来上课 载辆四处寻找 都不见丈夫和女儿的踪影 有邻居告诉载辆 他中午见过载辆丈夫 带着女儿一起吃饭 他们身边还有一个陌生女人 看起来和载辆丈夫非常要好 载辆心感不妙 联系秘书询问闺蜜是否在公司 得到否定的答案 夜里载辆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见女儿已经在房间里熟睡 这才放下心来 转头并问丈夫 今日和谁在一起 丈夫谎称 女儿今天不想上学 父女俩一直在外面散心 丈夫以为载辆生气 是因为没有及时接到通知 载辆面对整天装傻 冲愣的丈夫 实在是忍无可忍 见丈夫无论如何也不愿说实话 载辆失望地离家而去 恰在此时 一位老同学给载辆打了电话 提醒她记得来参加校友会 大家齐聚一堂 连载辆的闺蜜也早早到场了 载辆无法从丈夫口中问出实情 决定找到闺蜜当面对质 载辆压着一肚子火气 刚来到校友会就惯了自己一杯酒 询问闺蜜有什么秘密瞒着自己 闺蜜不明就里 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 载辆面对如狐狸精般的闺蜜 不打算给她留情面 当众说出她前男友已婚的事 在老同学面前让她难堪 还暗讽她一直很关注自己的丈夫 闺蜜只当载辆喝醉酒 在说胡话 实际上把脸转到一边 极力隐藏自己复杂的心情 载辆难以排解心中的苦闷 只能一杯接一杯的喝下苦酒 一日载辆醒来 收到丈夫的消息 得知有一份文件被快递送到家里 放在了书房的抽屉内 就在昨日 载辆丈夫眼看邻居走出门 立马换上休闲服装 摘手表 戴眼镜 东张西望 鬼鬼祟祟的来到自家书房 把一份文件放在抽屉里 随后从家中离开 碰到遛狗回来的邻居 没有打招呼 静止向前 宰员找到文件 打开一看 发现是一份房屋登记的副本 文件显示 继父在领取宰员母亲的保险金后 花五亿全款买下一套房子 现在以全租房的名义 转租给宰员的闺蜜 宰员火速赶到该小区门口 正好看到闺蜜经过 走进屋内 更让人惊讶的是 丈夫也带着女儿出现 进入了同一个地方 宰员再次证实 闺蜜和丈夫一起背叛了自己 她所有的理智都被痛苦覆盖 一路猛踩油门 差点撞上路人 好在最后一刻及时杀住了车 想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 成为了别人的三口之家 宰员难过的无法自拔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